请不吝。 拜见,王妃。 怎么这么晚了还过来? 快坐吧。 嗯。 臣妾有件事想求王妃成全。 什么事啊?这么郑重其事的。 臣妾娘家的姐姐 除了苏玉莹 还有个不同母的妹妹 母样生得不错 性情呢 也比较温柔 前些日子 臣妾的父亲跟臣妾说 他说他就盼着 把这个外孙女 嫁给肃亲王 这不 臣妾就斗胆 过来提这门亲事了 你那个外甥女 我倒是见过 是个可人 这萧启翰 也该取房正妻 为他料理家事了 好 就让我来做这个梅吧 谢谢王妃 快坐下 都是自家人 这么客气干吗 倒是那个玉莹 她的亲事还没着落呢 你也不替她着急啊 我怎么不着急啊 只是这个孩子 他成天魂不守舍的 一时喜一时脑 这我也不知道 她怎么回事 她整日在你跟前 她的心事 你总该略知一二吧 前些日子 不知道因为什么 跟九殿下呕了气 回来摔了一屋子东西 吓得丫头们都不敢吭声 这 我也不知道 是怎么回事啊 莫非她的心思 是在九殿下身上 好像就是这样 要不我看王妃好事成双 替苏玉莹 也应了这门亲事吧 我想起啊 前些日子 我跟九殿下 提起过成亲的事 可她斩钉截铁的 让我提都别提 我想 你还是帮玉莹 另外留意着吧 免得把她耽误了 况且 就玉莹的性子 我看未必跟九殿下对盘 这样啊 那就另外再帮她留意吧 姨母 我的事 您跟王妃娘娘提了没有啊 你妹妹的事 她倒是一口答应了 至于你 我刚一开口 她就推她 说什么九殿下不想成亲 还说以你的脾气 不见得跟九殿下对盘 她知道什么呀 萧承煦对我 又不是没有轻益 是吗 说倒是没说 不过 我从小和承煦一起长大 这点事 我能不知道吗 姨母啊 王妃娘娘那儿行不通 要不然咱们直接找王上说去 那可不行 得罪了王妃娘娘 连你妹妹的事都一块砸锅 你就知道妹妹 一点也不关心我的事 你不去 我直接去找王妃娘娘 我当面跟她说去 你要是这么不顾颜面 你自己找王上说去啊 以后你的事 我就再也不管了 你以为我不敢啊 我现在就去找她说 命 要是我跟九殿下真的成了 你可别怪我 到时候不帮你 你站住 不是不管我了吗 还拦着我做什么 我想了一个法子 既能让王上知道 又能让王妃娘娘 怪不到我头上 你让歌儿去把小郡主抱来 怎么现在还没来 我已经迫不及待 想要抱她们 王上莫心急 马上就来了 贵妃 贵妃您别进去 王上在 王上 王妃 臣妾实在是拿苏玉营的孩子没辙了 王妃您就帮帮我吧 要不然您就开恩 随便把她嫁给什么人 以后她的事 臣妾就再也不管了 玉营怎么了 这个丫头不知羞耻 硬是要跟臣妾叫 非说她要嫁给你 住口 在王上面前说这些 也不怕被她笑话 王上 这都是我们女人家的事 您就别管了 我一定会处理好的 哥儿 去把苏玉营叫过来吧 是 那好 你们聊 嗯 王上开恩 臣妾是一时心急 才乱了分寸 要是您拿出去当笑话奖 要是让燕王殿下知道了 那可就 承煦 这件事跟承煦还有关 王上 您有事的话就去忙好了 这里 我来问就好 不妨是 来 起来 慢慢说给我听 臣妾还是不说了 臣妾怕王妃怪罪 不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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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王上让你说了 就赶紧说吧 那日王妃问臣妾 莫非这苏玉营 真的一心扑在燕王殿下身上 臣妾不放心 就回去问了她 没想到这丫头一口承认了 臣妾好心说了她几句 她竟然缴了把头发立誓说 她说 她说她这辈子 非燕王殿下不嫁 不妨 承煦和玉营 莫非私下有终身之约 这 我也不太清楚啊 玉营郡主到 见过王上 见过王妃娘娘 苏玉营 你看你把你姨妈 弃成什么样子了 还不快赔罪 我没错 是她骂人有错 我不过是喜欢一个人 又不是去偷去抢 有什么好羞耻 你 抬嘴鹰 难怪啊 你姨妈被你气昏了头 要不是因为你 我怎么会乱了规矩 等一下 我还要向王妃赔罪 算了 这件事 错不在你 也情有可原 谢王妃开恩 不要 呀 又拐 苏玉营 你倒 挺我胆势啊 王上 你可千万别生我气 我这个人直来直去 有什么说什么 不像有的人 扭扭腻腻的 那我倒问你 倘若 我能让你如愿 你又如何 玉盈这辈子最大的心愿 就是希望能够嫁给九殿下 王上若是能让我如愿 王上的大恩大德 玉盈这辈子铭记在心 原来 王上不是开玩笑的 真的让我去提亲 九弟早该成亲了 这不是一桩好事吗 这桩婚事 有点难处 我不敢贸然去提 一方面 九弟说他不急着承家 另一方面 那苏玉盈是个妞脾气的 我看跟九弟合不来 我们还是别乱点这个鸳鸯铺了 可这桩婚事 我倒很想促成 为什么 我有我的用意 王上若是不说清楚了 我怕做起事来 会不合您的心意 承煦呢 看情形 往后有很多地方 我会重用于他 还当年他母妃的事 让我始终 觉得不放心 安插个人在他身边 我这心里会踏实很多 可能苏玉盈是个直脾气的 又藏不住话 我看 他未必能帮得上王上什么 这样的性情正好 苏玉盈 他不必了解我的用意 而我呢 却能轻易地从他口中 得到我想要知道的事情 可是 若是九弟看不上苏玉盈 不愿意结这门亲呢 这还不简单 大不了赐婚 我还不信 他能拗得过我的旨意 王妃娘娘到 王妃娘娘到 九弟 三嫂 这里坐 我来看看 你们两兄弟住的地方 这李卿王府的偏殿 的确是小了些 我想啊 你们两兄弟 也该到了 成亲分府的年纪了 不委屈啊 三嫂 我这常年都在外头 不是练兵就是打仗 我住哪里都无所谓 可没有个亲近的人 照顾你的生活起居 总是不太方便吧 你放心 三嫂 不碍事 九殿下 王妃在宫里 真的时常念叨您和石殿下呢 我知道 三嫂 一向最疼我们 所以 王妃的好意 您就该领 成了亲 免得再让王妃操心 你们 这整天说成亲成亲呢 三嫂 这一时半会儿 让我娶谁啊 九弟 你听我说 这启翰 马上就要娶 苏玉莹的妹妹了 我这一想啊 你和启翰如果同时成亲 苏玉莹姐妹 同时嫁给你们两叔侄的话 这不也是一段佳话吗 别别别 三嫂 我可不凑这个热闹 这不也挺好的嘛 你跟苏玉莹也是一起长大的 也能了解彼此的性情 三嫂 我是和玉莹从小一块儿长大 但我一直把玉莹啊 就当好妹妹对待 再说了 她这个性情啊 天真不拘 我们两个怎么也不合适啊 女孩子嘛 在带自归中的时候 总时任性些 等成亲了 肯定也就好了 三嫂 别的事我都可以答应你 但唯独这件事 我必须得掌握在自己手里 如果我这么轻易答应你的话 那我岂不是 都过不了自己这一关 更对不住玉莹了 更何况我对她没有感情 我若是这么娶了她 也不能给她幸福 那岂不是白白耽误人家 好了 三嫂 我不和你说这么多了 我还有事情 你在这里好好坐一会儿 我先走了 承煦 什么 让九殿下 去玉莹郡主 连你也知道这件事情难办 王妃恕罪 蓁儿 蓁儿只是感到意外而已 可这婚姻大事 总不能强求啊 毕竟 他们是要过一辈子的 我说了 我说了 茗玉 你说呢 琪姐姐 这是他们两个的事情 茗玉不好多加评论啊 茗玉 我知道你的心思 你心中自是不快活的 可事到如今 与其让她娶个不认识的别家小姐 倒不如娶一个从小玩到大的苏玉莹 至少 会对她至冷至热 心疼她照顾她 不是吗 玉莹郡主 真的能照顾九殿下吗 我看未必吧 她那个性格 不把燕翁府拆了 就谢天谢地了 蓁儿 别胡说 琪姐姐 既然你都已经决定好了 何必还来问我的意见呢 老实说 我实在承煦那边碰了个钉子 她一听是苏玉莹啊 就急忙说只是把她当妹妹看 说什么也不肯答应啊 既然如此 那也没办法呀 承煦的性子 本来就执拗 若是 硬要她们两个成亲 恐怕对玉莹妹妹 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就没有任何转机了吗 说实话吧 是王上要促成这桩婚事 还说 若是承煦不答应 就硬给她止婚 可这是婚姻大事 总要她自己愿意了才行 茗玉 我也知道 这样实在是为难你了 可我想来想去 也只有你能去劝她了 琪姐姐 你别开玩笑了 我怎么会是那个最合适的人选呢 我知道承煦是会听你说的话的 茗玉啊 这过去的 终究已经过去了 承煦也不能一辈子不成婚啊 你也是希望她幸福的 对不对 我当然是希望她幸福 对 可是我也不能 装作毫不在乎的样子 即使这个事我去劝了 也会适得其反的 姐姐 还是不要为难我了 不是让你抱金玉丸子吗 不是让你抱金玉丸子吗 这都是我要送给承煦的 拖拖拉拉的怎么办似的 郡主息怒 蝶儿 我们东明院要的补药呢 蓁儿姐姐 我现在就帮您娶 站住 谁让你帮他们娶的 我交代你的事还没有办好呢 玉莹郡主 我们昨儿就已经知会过了 就算论先来后到 也应该是我们先吧 你们 等我成了燕王妃 我看你们还敢这么怠慢我吗 八字还没一撇的事 就敢以燕王妃自据 蓁儿 你大胆 我听琪姐姐说 你们好事将尽了 恭喜啊 你这当真是恭喜我 还是暗地里讽刺我呢 何必在乎我怎么想呢 你能得偿所愿 这才是最重要的 贺兰茗玉 在你得知她的死讯之后 你立刻就嫁给了王上 如果我是你 我一定守身不嫁 绝不转头他人怀抱 这便是我和你的差别 你知道什么 那还不是因为 蓁儿 别胡说 因为什么 你说 怎么 不说了 我来说 我从小和承煦一起长大 我不顾是想努力地和我喜欢的人在一起 还有 我奉劝你一句 如果你真的为了承煦好 你可别再跟他纠缠不清了 郡主误会了 茗玉以罗夫有夫 何来纠缠不清呢 在你们两个人的事情当中 茗玉只是一个旁观者 最好是这样 王上已经同我苏家下了聘礼 这桩婚事 已经板上钉钉了 如果承煦一再因为你抗制 这对他来说 可绝没有什么好处 朕希望燕王殿下 千万不要答应他 恐怕这件事情 由不得承煦 殿下 我到处找你呢 找我 有什么事吗 我听说 父王要给九王叔指婚了 指的是那个玉嬴郡主 看着梨花带雨的样子 真难过了 苏王殿下 您要是无事生非的话 我可没工夫 陪你在这儿显后 告辞 我给你指条名落 那你说说 你给我指条什么名落 王妃娘娘 最近也开始张罗我的婚事了 我的正妃之位 肯定是许不了你了 但是 我保准你做我的侧妇 很感动是吧 你要是答应啊 我现在就让我娘回头向你提心 我谢谢你的好意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嫌 做侧妃太低 可你又不是王亲国戚 你让我怎么跟我父王还母亲说啊 用不着 我宁愿一辈子陪在我们家郡主身边 我也不稀罕做你什么侧妃 如果是九王叔这么和你说呢 你也这么回答他吗 你别胡说 我胡说 我说错了吗 你看看你 这几日总是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 还不是因为九王叔要成亲了 就算九王叔不成亲 你以为会轮得到你啊 别做梦了 我用不着你可怜我 你还是多可怜可怜您自己吧 你 你羞辱我 殿下说笑了 奴婢哪敢羞辱殿下呀 奴婢只不过实话实说罢了 你真好 林郑 我受王长子 我想要什么样的女人得不到 我愚尊将归来和你谈 你拒绝我 我林郑儿是女官 不是谁的奴隶 我有我自己的自赢 不会受任何人罢口 我 臣妻见过王上 起来吧 王上今儿看上去心情不好啊 被九弟给弃整了 九殿下怎么了 我已经许下了 他与苏家的这桩婚事 他却坚持不救 已经那接那采过了 他却始终不肯上门那争 为了这件事 苏家今日闹上了承商殿 让我好一顿难堪 这个萧承煦 想要抬举他 怎么就这么难 王上 您消消气 还口口声声地跟我说 什么正妃之位 我 你 不一定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不会 真的想让我娶这个苏玉营吧 依我看 这件事情并不那么单纯 你想 王上的儿子萧启翰的婚事 王上都要齐姐姐做主 唯有你的婚事 他却如此上心 恐怕 这里头有文章 王上是想利用这件事情 来试探 能不能控制住你 即使如此 那我就更不能答应了 为什么 若是用我的婚事 来换取三哥的信任 那我还算什么男人 我定会在战事上 和正事上 来获取三哥的信任 你不能 因为这件事 而让王上 对你失去信任 这样岂不是得不偿失啊 纵然 再不情愿 可是我们 也只能这样了 你总不能 一辈子不成婚吧 王上这次让我来劝你 也是因为 原来 不是三嫂叫你来劝我的 是三哥叫你来劝我的 我还以为 你是在担心我 没想到你今日过来 是来当说客的 你让我放下 你就真的能放下吗 我放下了 原来 你这么快就能放下 殿下 郡主也是真的担心你 好 三嫂来劝我 我不肯 二哥三哥来劝我 我也不肯 今日丽妃 来当说客 我 当然得 给她面子 好 你回去告诉他们 这桩婚事 我答应了 希望你满意 你 我大婚那天 也希望你来 喝这杯喜酒 你我花成两端 我落下的情 心中莫其未干 如风回旋 如云碧月 如我隔夜醉面满日惆怅 殿下 你落下的缘 像个沧海桑田 我落下的泪 沾满一路高悬 此去归途 此生满满 这就是王上尉萧綦翰选的妃 王妃 这是谁家的姑娘 这是乔惠妃的外甥女 也是苏玉莹的表姐妹 我的儿子 乔惠妃多什么事 弄一个外甥女来 是要抢走我的儿子吗 启翰是你自己生的 谁能抢得走啊 有了媳妇忘了娘 这种事多着呢 以后有个媳妇牵着走 那不是要我的启翰 向着她乔惠妃吗 你呀 未免也太多虑了 哪里是我多虑 为什么乔惠妃 那么着急把一个外甥女 嫁给燕王殿下 另一个嫁给我的启翰 还不是想把人都拉过去 为她所用 这个外甥女我倒是没见过 可是苏玉莹是什么脾气 我可清楚得很 若是我的媳妇 像她这么没脸没皮 那可糟了 这种嚼尸根的话 不许你再说了 你要记得自己的身份 知道了 王妃 是 茗玉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我去看一下玉莹郡主 看她 看她做什么 她每次都没有给你好脸色看 她跟承煦马上要大婚了 我不希望 因为她对我的芥蒂 而和承煦有什么不快 我希望跟她 能把话说开 这是唯一我能帮到他们两个的了 可你就不怕 她一见到你 又对你 她对我怎么样 又有什么关系呢 只要能让承煦 没有后顾之忧就好 对了 一会儿你就别进去了 免得你们俩一见面 又给吵起来了 也好 反正我也不想见到她 虽说 这母依子贵 可这儿子 也得子依母贵吧 只要我生下个小郡王 她就别想了 那你就算准了 王妃娘娘生不出郡王来 那这都过了这么多年了 她生的一个个的 不都是女儿吗 所以我跟你说的话 你要记清楚了 要是你亲表弟做了王上 你不也就 丽妃娘娘到 她来做什么 惠妃娘娘也在啊 茗玉拜见姐姐 丽妃 你来做什么 我是来给妹妹道喜的呀 那你们先聊 我先走了 哎 这人世间的事啊 兜兜转转 真是说不清呢 到头来啊 燕王殿下还是我的人 要我说 萧承煦哥哥 在战场上横遭这么一劫 也不是什么坏事 至少他能看清楚 谁对他更好 谁能守得住啊 玉盈妹妹 我们也算 从小一起长大的 我知道 过去我们年纪小 难免会有一些误会 不过 现在是过境迁了 你也知道 现在我们的身份都不同了 所以过去的事情 就不要放在心上了 我当然知道使过境迁了 这过去吧 不过是有些人自作多情 让承煦哥哥 一时迷了眼罢了 我有什么好放在心上的 我现在 可是大圣王上清点 明媒正娶的燕王妃了 那当然 等你和承煦成了亲 你就是他最重要的人 谁也越不过你的 那是自然 玉盈妹妹 我今天过来 就是想跟你说 我和承煦以前 也只是熟人一些 现在有的 也只是小时候的情分 别无其他 也不会再有其他 我是真心希望你们两个 好好地在一起 我记得 齐姐姐 在我嫁给王上之前 跟我说了一番话 我现在 就借着说给玉盈妹妹了 每个人 都有每个人的品性 承煦她性子刚勇 心中有大志向 心思难免不会那么细 你呢 就多包容 多体谅她一些 我相信 她不会亏待你的 到时候我们夫妻俩 关起门来过日子 这些规格事情 就不劳力非非心了 是我多虑了 是我多虑了 这是我从雍临 带来的玉镯子 我把它送给你 一点心意 希望你不要嫌弃 这上面 刻着百合花 预祝你和承煦 百年好合 该说的话我都说完了 婚事一定有很多要忙的 我就不多打扰了 好 神兴汉这个破卓子 敢到我门上来装好人 还跟我说什么 萧承煦的性子 我对承煦 难道还比他了解得上吗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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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月 明月 王上派人 传来好几次信了 让你去西里那边呢 你没有跟他们说 我身子不适 免得冲了喜事 就不去了 我说过了 可是 明月 我知道你心里肯定不舒服 可你若是不去 这 我怕王上那边不好交代啊 这下来是 你大人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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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边请 里边请 新郎新娘到 行一礼 坦坦坦坦坦坦坦 拜 王上 王妃 按咱们大晟的规矩 当有有福气的姐妹姑嫂 来送新娘子回新房 芈月 你去吧 我的侧妃 就是全天下最有福气之人 王上 我 为九弟 九弟妹天福天寿 你和玉莹 更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姐妹 你去 最合适了 是 我会的名字 我会想的 我可能是 还在这边 geç 我们在这边 都会刚才 闭着 我因为 你 臣弟 还未谢过王上的赐婚 这杯酒 臣弟敬王上 今日 我不是王上 只是你的三哥 看到你成婚 三哥三嫂 真是打心底力为你高兴 三哥在这里 祝你和弟妹 白头到老 早淡拎儿 干 谢王上 明月 九弟 你还得敬丽妃一杯啊 说起来这桩婚事 还是王嫂一手替我粗长 希望我今日的表现 没有让王嫂失望 九弟这是什么话呀 成卿认谁都会紧张的 你不用担心 今日表现得很好 感谢王嫂 替我促成这段良缘 臣弟 敬王扫一杯 敬王扫一杯 祝燕王殿下 心魂如意 你落下的缘 与我花成两端 我落下的情 心从莫起未干 如风回旋 如云碧月 如我隔夜醉面 满日愁藏如你 你落下的缘 像个桑桑 既然离语已经成了 那就请大家入席吧 好 好啊 希望承煦和玉音 以后能好好地生活